名人终于要变成杀意名人了 此时名人终于找到了被云影卢走的雏田 雏田已经被云影挖走了白眼 名人见此情景杀意骤起 他分出一个影分身飞回了大蛇丸的据点 得知了事情经过的佐助立即让名人带他去现场 一同前往的还有其他火影一集班 伴随的几道声响 佐助一行人到达了名人的身边 看着还处在悲伤中的名人 佐助没有去打扰 而是抓起了地上的云影人者 随后发动血轮眼的幻术 操纵对方说出了雏田眼睛的位置 得到想要的情报后 佐助手中的雷光显现将那名忍者彻底干掉 之后他很快便找到了雏田的眼睛 他将眼睛交给了名人 名人抱起昏迷的雏田向大家表示感谢 几人一同回到了刚刚名人和雷影对战的地方 此时到处可见昏迷倒地的云影忍者 刚手一看到是自己的爷爷柱坚来了 他立即跑到了柱坚旁边 柱坚宠意地摸了摸刚手的头 之后道歉地表示将这种事遗留到了后背的身上 都是他们这些做长辈的错 班一看到柱坚露出了把柄立刻开始冷嘲热 当初要是听他的把所有忍村都灭了 现在可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飞坚听完冷哼了一声 他立即回怼班 眼下灭掉对方的机会不就在眼前吗 班难得地看到飞坚居然和自己有个相同的意见 飞坚正是被雲影忍者陷害而死 所以他对雲影并没有什么好感 名人将这里拜托给了大家 他则是使用飞雷神带着钢手和雏田回到了墓叶 并拜托钢手为雏田进行治疗 这时昏迷中的雏田终于醒了 他紧紧地抓住了名人的手 虽然眼睛看不见 但他依旧能知道救他的是自己 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的名人 名人握住雏田的手让他不用担心 这里很安全 战场上水门走到了自来也的身边 时隔16年再次见到老师他既经又洗 他感慨着居然有机会再次和老师并肩作战 同时也感谢自来也一直以来对名人的教诲和照顾 自来也笑着表示水门严重了 就在二人叙旧之际雷影已经被班打得重伤跪倒在地 云影的忍者也被飞奸压制着再无还手之力 班也不废话抄起须左大刀就要给雷影最后的一击 但一根章鱼触须突然缠住了班的须左 齐拉比拦下了班攻击的同时就走了地上的雷影 看着重伤昏迷的雷影他暴怒不已 佐助知道齐拉比在上一世可以说是名人的半个师傅 担心班出手过重 他挡在班身前表示巴尾就交给他了 前世佐助在捕捉齐拉比时确实不是对方的对手 但这一次就不一样了 二人交手几个回合齐拉比就渐渐落入了下风 他难以置信佐助的剑术居然如此精湛 在进入伟兽一形态后他对佐助发动了雷厉热刀 但佐助用虚左的第一形态便挡下了比的攻击 比刚准备伟兽化 先前送出天回木叶的名人突然出现在了二人中间 看到齐拉比他立即上前打招呼 齐拉比文言一脸猛逼 他让木叶村的人者少来套进口 突然九尾出声叫了八尾的名字 八尾不禁眉头一皱 这才注意到名人是九尾人助理 两只尾兽在心理空间叙旧的同时 齐拉比和名人同样出现在了这个空间 名人上前伸出拳头让比和自己碰拳 但比却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名人的请求